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撞在了电线杆上 接着 次郎在餐厅里独自吃饭时 女孩走了进来 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桌 次郎吃了意大利面 女孩则点了一大堆食物 女孩一个人把一桌子的食物吃了个金光 次郎被他搞得晕头转向 两个人明明不熟 却像好朋友一样坐在一起吃饭 吃完饭 女孩说自己结账 让次郎在店门口等着 可是女孩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就这样 两个人因为吃了霸王餐 而被店主和警察狂追 次郎感觉这个生日过得既兴奋又刺激 不知不觉 两人走到了次郎的家门口 女孩看起来有点忧郁 并对次郎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女孩告诉次郎 她来自遥远一百年后的未来 说完这一番话后 女孩哭着与次郎道了别 今年生日 次郎在餐厅里准备自己一个人过 这时女孩再次出现 她陪伴次郎一起过生日 还给次郎唱起了生日歌 次郎陶醉在甜美的歌声中 但是和谐的氛围很快被枪声打断了 一个男人突然拿着枪 发疯似的扫射 女孩把持枪的男子制服救下了次郎 他跟着次郎回了家 到家后 女孩眼睛里发射出两道白光 墙上出现了一个老人的影像 原来老人是65年后老去的次郎 老次郎告诉年轻次郎 原本次郎在枪击中受伤瘫痪 但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把女孩送到年轻次郎的身边保护他 而这个女孩是一个机器人 接下来次郎就和女孩同居了 女孩第一次做饭就杀了次郎养的宠物 因为害怕次郎上课迟到 女孩扛起次郎跑向学校 女孩跟随次郎一起去喝酒 喝完酒后 女孩浑身过电 差点暴露了身份 两人仓皇而逃 有一次次郎忍不住想侵犯一下女孩 但被女孩放电电倒了 在往后的相处中 次郎总是在捉弄女孩 而女孩也回应了次郎 两个人快乐无比 女孩建议次郎回家乡看看 女孩告诉次郎 未来的他一直到死 都在为年轻时没有回趟家乡而后悔 于是女孩带着次郎回到家乡 但是次郎的老家早在一次地震中被摧毁 于是女孩用幻影术 造了一个次郎记忆中的家乡 次郎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家乡 也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和奶奶 回去后 电视上传来了女高中生被劫持的新闻 此时次郎发现女孩并不在自己身边 突然女孩出现在电视里面 制服了劫匪并救下了人质 女孩告诉次郎 未来的次郎因为这些伤心事而难过 所以女孩来到这里要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次郎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喜欢上女孩 但同时 他也在为自己对女孩的这份情感而烦恼 因为女孩毕竟是一个机器人 终于有一天 次郎在阳台上亲吻了女孩 但是女孩丝毫没有一点反应 次郎尝试着亲吻其他女孩 以此激起女孩的嫉妒 但是女孩仍然无法回应她的感情 次郎最终爆发了 他向女孩大喊说自己十分讨厌女孩 让女孩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女孩也真的消失不见了 次郎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里 然而次郎的心里对赶走女孩却非常懊悔 直到发生地震的那一天 坍塌的楼房把次郎埋在废墟之下 这时女孩及时出现救出了她 地震还在继续 街道上到处都是逃跑受伤的人 女孩为了保护次郎 自己被坍塌的大楼压住了 而次郎也掉进了裂开的地方里面 女孩用尽全力 也没能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 于是扯断了自己的躯体 拖着半截身躯 爬过去救出了次郎 并且对次郎说 我能感受到了你的心 能感受得到 说白女孩突然用力推开次郎 而她自己却被坍塌的废墟 彻底压在了里面 最终次郎冒着大雨在废墟中挖出女孩 并抱着她残缺的身躯痛哭 但女孩已经没有了反应 61年后 次郎已经老去 她花了61年的时间复原了女孩 并在女孩的身边死去 又过了60年 机器女孩被一个和她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孩拍卖到手 这个女孩把机器女孩的记忆 输入到自己的大脑后 被深深感动了 于是这个女孩坐上时光机 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世界 与次郎见面了 这也就是开头时 次郎和女孩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在电影的结尾 女孩发现自己 无法抑制自己对次郎的喜欢 于是她穿越到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天 决定在次郎活着的时候 和她一起走下去 这是一部充满温馨的爱情科幻片 在让人欢笑的同时 也充满着感动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